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污染的很严重了 就是各种水瓶子 就来这边之后 没有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现在的湖面 就不像之前那么平静 就多了非常多的垃圾 然后旁边还有人 之前就是焚烧垃圾 可能就到处飞了一通 我拉左边 之前的水面是看不到 这些白白的点的 这些都是垃圾 然后水瓶子 上次去这个湖边的时候 我没有提前做功课 但是在TikTok的video下面 是可以看到很多人评论 说这个湖是有毒的 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说 其实这种东西 只要有一个人说出口 然后大家就会 就是一船十时穿百 就每个人都没有确切的 这么一个答案 然后就开始在网上 就像留言一样的就传开了 然后呢 我自己就找了一个 会荷兰语的朋友 帮我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 等于说我们找到有两篇 跟这个相关 然后是比较官方的文章 一个是来自BRT这边的 一个荷兰语的 广播电视台的一个新闻 2014年的 曾经是有一个人 他去那边游泳 然后淹死了 那他们判断原因是因为 这边是一个旧的采石场 它的死因并不是因为水有毒 而是因为就是里面有一些存在 turbine发动起来 然后使水中造成了巨大的漩涡 然后把它吸进去 吸到了湖的底部 另外一个是一个采石场的网站 上面写说这个水是含有 非常非常高的钙 但是比利时这边的水 他们就是自来水里面 就含有了非常多的钙 他有明令的规定说 是非法在那边游泳的 但是我也不能完全确定 我只能根据我找到这两篇文章 来告诉大家这么一个讯息 所以这个楼梯呢 它有226街 狮子是在41米高的地方 狮子是象征者和平重新回到了欧洲 同时呢 它是面向法国的 所有人说 它是想要把法国的军队 它会被敌人下走 等会 等会 哈哈哈哈 关于这个采石场呢 我刚刚又看到了一篇新的报道 它是2020年8月4号发布的 那这个新闻报道呢 主要是在说当时那个周末警察到这个采石场边 疏散了几百号人 然后呢里面有提到说 常年在这里都有出现很多的事故 所以这边就被禁止了 有游泳啊跳水啊 或者是泡澡这样的行为 如果被发现的话 是会被罚款高达350欧 那另外一个呢 它也提到说 这边其实是一个私人地方 所以就任何的进入到这个区域内 都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我当时跟朋友去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见到任何的标识 然后也看到很多的当地人进进出出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地政府在这方面也可以 就是改善一下 那另外一点就是 虽然很可惜 这边确实很美 可是规定就是规定 所以希望如果大家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 就也能够遵守规定 不要冒着被罚款 或者是有可能出生命危险的这个风险 还去到哪里 那就怪我 移动 然后我现在就和你平行 还是两个轮礼 都可以过来